女人容易在感情中变得多疑,容易患得患失,这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即使明明对方很爱她,也会变得没有自信,这都是女人的常态 可能女人就是这么容易缺失吧 所以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你的,可以通过生活中的日常就可以判断出来 一个男人很爱过你,一定对你说过这四句话 一,有你在就足够了 爱过你的男人就会想要得到你的陪伴,觉得拥有你就拥有了全世界,会感觉到内心的踏实和满足 有时候爱就很简单,有个亲爱的人陪伴就已经很美好了 所以爱你的人只会想要得到你的陪伴,其他的都不重要 二,我的眼里只有你,真心爱你的男人,那么他的眼里只会有你的存在 其他人都不能跟你相提并论,其他人在他的心里也丝毫没有任何意义 他要的只有是你,会害怕你的离去,舍不得离开你 习惯了有你的存在,你就是他生活的意义 三,别离开我,我不能没有你 爱你的男人是不会轻易想要离开你的,而且更是害怕你抛弃他 因为真心爱过的人是想要一辈子走下去 他想跟你有以后,会想要给你幸福 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他是真心爱你,想要珍惜保护你 四,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真爱过的人是想时时刻刻都能够在一起,会舍不得和对方分开 会为了爱妥协,爱在哪儿,家就在哪儿 所以爱过你的男人,会一直陪伴在你左右 想做你最坚强的后盾,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轻易和你分开 承诺是最难保证的事情,但是爱却是一辈子的 那个爱过你的人,一定是给你带来过温暖 所以爱过你的人,一定说过这些话 如果不能在一起,就好好告白,让过去的过去,好好爱自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